之前想跟他学他的手艺 在里面做事情的话 他里面就是回收顾客的剩菜 给下一批顾客吃 再加上他这里面的卫生 都是用那些什么浪洋葱 浪的大蒜子给顾客吃 这样很不卫生 他就是炒鸡嘛 炒鸡油要呛锅 他就直接把他呛锅 呛得很糊 看不出来 就是把他的香味呛出来嘛 他所以说呛得很糊 看不出来它烂嘛 你在这里做了多久 做了三天 二十六号做 三天就让你接触到这么核心的机密了 因为在厨房里面嘛 他的厨房也不大嘛 也不大 所以说都是能看见的 杭州酒保有一家吴王府地锅机 杨师傅说 他来这里是为了学手艺 餐馆的老板娘介绍 是杨师傅自己不肯好好学 吃不了苦 现在想找借口把学费退掉 方便去你厨房看一下吗 可以的 但是你进我厨房 你们就是要那个看店的话 你们应该经过我们的同意 对不对 对我真是你 可以去吗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下 等一下啊 老板娘拨通了丈夫的手机 征求对方的意见 老板娘带着杨师傅和记者到了厨房 厨房里几个白色塑料盆里 装着剥好的大蒜子和洗干净切好的洋葱 杨师傅从切好的洋葱里面挑出了几片他认为已经发霉了 可老板娘认为这是冻的并不是发霉 哎呦这个这个 老板娘 就化了热气 我知道 烂掉了 烂掉了 就我会亲你的 我们都会亲你的 那操作就在这里 直接每天这样一抛这个打两手 对不对 这样直接就操了 再来看大蒜子 有几颗已经变成了绿色 有几颗头部变成了黑色 记者帮忙一颗颗挑了出来 老板娘接过去后扔进了垃圾桶 就是这里监控可以看到的 就在这里料理的是吗 在这里 我每次我在他这里三天 客人吃剩的粉食什么的 那三天都是放在这里 然后倒在这里 你师傅可以来看一下的 你监控这样 你是因为在这里导视 然后这样都可以看得到 老板娘方面看需要监控吗 有可以监控有的 是你手机里还是吗 绝对没有 没事你掉出来我看有没有 是在你手机里还是哪里 老板娘没有给记者 看手机里的监控视频 而是打电话 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叫他们俩不要走 今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 对你再走好了 再走好了 你看我们生产操作都可以开的 我知道 紧接着老板娘用锁 把电门锁上了 你把门锁了是什么意思 有事等老板说 老板说等他回来了 我告诉你 你要想好啊 你要去敢来报道 你敢来接这个事情 你就不要怕麻烦 你以为你是谁 你想来就来 想来就走 对我谈自由 你还办老体 老板你三四而后行 你这是违法的 三四而后行老板 没事我担着 事情我担着 老板娘把门一锁 大伙都出不了门 杨师傅报了警 过了一阵 杭州酒保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 他刚刚限制 他问一下我做生意来我门口闹事 做什么事 说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说老板为人处事有问题 做生意有问题 说他做生意不行 离毁别人 背后辱骂别人 在我的研究里面 导致 说人家是非 来这里 他学了三天 第二天就说人家 老板 你不行 你来学费 然后交了学费 他说我不交他 但是每样东西我都交了 已经东西都交好了 就是一个 他急于求成 想要烧那个地锅机 记者把拍摄的视频 给民警看了 也把了解到的情况 告知了对方 我们这是带到手里调查 希望大家双方都配合一下 可以的 和命的事情 由市场警官部门过来处理 好不好 走吧 一行人到派出所以后 吴王府帝国级的老板 也赶来了 人一到 就向杨师傅走过去 做人不要缺德 什么东西啊 你骂我怎么办 我骂你什么东西啊 你他妈说我做人不行 你做人不行 你不知道 不要用手 你不要先攻击 不是 那你居然替他来 你闭嘴 你有用的话早就处理好了 你听我说啊 你不是替他来解决问题的吗 那你告诉我 他骂我怎么办 我骂你什么 他说我人不行 把事情调出来 监控 他说我做人不行 做生意不行 说我做人差劲 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我说你 不如老板人会做生意 是不是叫骂你吗 这是不是 这叫骂你吗 对不对 我做人好不好 需要他来评价吗 我问他要吃要喝吗 你闭嘴 你什么意思呢 就在派出所报警大厅这里 帝国级的老板越来越激动 我不动人啊 你什么意思呢 他练什么东西啊 我献死你了呀你 你讲话 这里是派出所 你讲话 你随便报导人家店 你知不知道是 这对人家有伤害有多大有多大影响 你考虑过没有 你什么你都来 你用的食物不新鲜 对顾客有影响 你考虑过没有 用的食物不新鲜 谁是有问题他妈 我陪他 杨师傅目前的诉求是把5800块钱学费退回来 他教了多少学费 5800 我先教了三天跟我们之前沟通的都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不教我 对不对 谁不教你 我说我要 我之前 凉菜凉粉 做饼做链 哪个没学 监控 有监控 说我做人不行 大哥 加量不足 我说你做人不行 不会做人 大哥你是气不气 不是 你回答你气不气 你不要说这些东西 记者他有采访的权 他是有权 他不是在采访 我现在没拦着他呀 之后 派出所把情况移交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由对方来调查核实杨师傅反应的情况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